男人切开厚厚的鸡血 一头扎了下去 随手抓起一只雪白的北极虎 北极虎不仅能满足一家人的晚餐 其雪白饱满的皮毛 可以和白人交换生活所需的物资 每隔半年 外商会在指定地点进行交易 那鲁克一家将所有的皮毛拿了过来 数量最多的是北极虎 还有一张近身捕获的北极兄弟 由于天气极度恶劣 兑换物资的外商仅此一家 不公平的交易也是在所难免 他们不需要现金 一把刀子和一些零散的糖果 便是他们能够换取的所有东西 但对那鲁克来说 这笔交易却非常划算 那鲁克有两个妻子 在交易的同时 妻子将孩子赤裸地放在零下50度的严寒中 作为应有特人的孩子 他必须克服憨冷 白人为了能从那鲁克手中 获取更多的皮毛 便拿出了一台留声机 那鲁克似乎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 仔细地上下打量 白人将唱针放在碟片上 随后摇动下面的专门